10月10号下午 我是在水布镇举行台山市2020年度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四次新闻发布会 展示我是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成效 提高广大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知晓率和参与率 会上是扫黑办是法院是检察院是公安局水布镇政府 分别通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并回答记者提问 今年以来 我是继续把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事抓好 科学谋划精心组织聚焦线索清仓 逃犯清零案件清洁 散网清除黑财清底行业清源等六大环节 强力推进六清行动 不断掀起打击黑恶势力的强大攻势 专项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效 截至目前 共打掉涉恶犯罪团伙103个 其中农村涉恶犯罪团伙52个 黑恶势力犯罪集团8个 其中农村恶势力犯罪集团1个 破获刑事案件413宗 逮捕犯罪嫌疑人522人 全市社会治安刑事持续向好 警情和刑事立案分别同比下降 35.8%和6.4% 我们想利用这一次的新闻发布会 对水布镇以及我市的当领导干部和村委干部 做一次警示的教育 希望大家能够集中这一次新闻发布会 受到一次教育 在热的工作中 不忘初心拿进使命 领受自己的职责和任务 下一步 市扫黑办将对照台山市贯彻落实 江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会议精神任务清单 江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决战决胜阶段工作任务清单 和全国扫黑办六清行动部署要求 以六清行动为抓手 认真剖析当前问题和短板 明确工作重点和主攻方向 着力补短板强弱想 对照工作清单挂图作战 坚持以高质量 严要求实举措交出优异大选 本台记者张志强 廖宝成实习生李秀芬报道